我是在秋天的时候种了一些百合 在秋末的时候种上 然后在春季开花了 现在呢 你看都是没有花的状态 叶片呢还是绿色的 有好多话有说 我种的百合看完花了 是不是就要拔出来放在那晾着 或者是直接停水让它干枯呢 并不是 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百合它同球 然后种上逐渐的长出静杆来 静杆长长以后顶部开花 它这个时候消耗的养分 它在长根 但是大部分养分消耗的都是球里的养分 然后呢 它长出来看完花以后呢 它的叶片还带着 杆子还带着 这个时候呢 它不开花了 它要去把球变大 所以说如果你拔出来干掉 它的球是很小的 因为它消耗养分过多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像这种状态 我们继续保持着 浇水的话 扣一下土壤 干下去一两公分 直接再次浇水 但是呢 要补充肥料 把它的球养大 一般建议大家使用高钾肥料 高钾肥料 不要直接去使用钾肥 也不要去使用通用肥 我们直接用花多多12号 它的钾元素含量高 磷和氮都含有 含有微量元素 用上以后呢 甲元素能够让它的球 快速的膨大 这样呢 它就能够 在这整个过程中 保证叶片忧虑 叶片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球呢不断的变大 边上还会不断的分身小球 那么一直养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进入夏季以后呢 它开完花以后 它会逐渐的 从底部的杆子上 逐渐的干枯叶片 叶片全部干枯以后呢 它的杆子也会变黄枯萎 整个杆子枯萎了以后呢 彻底干枯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浇水 让它的杆子彻底干掉 然后呢 用手一拽 咔嚓把杆子拽掉 然后呢 百合的种球 可以取出来保存 也可以在花盆里 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去保存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让它 再次开花的话 可以去找个卫生纸 把它包起来 放到冰箱的 恒温冷藏室里边 待上一个月 也就是冷处理 也就是低温处理 然后处理上一个月 走月的时间 它的花就会形成了 我们再次种上 又能够再次开花了 这就是百合 整个养活的过程 如果开完花 直接取球 它的球是会小的 明年就不开花了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方法 在它杆子是绿色的时候 别缺肥 定期半个月左右一次 选择用高甲肥 别缺水 多给它见光 叶片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让它自然扩萎 然后再去取球的话 那么您的百合 就能够长得非常的棒 一定要记住这种方法 这样呢 我们就每一次 年年都能够种 年年都能开花 边上还有小球 小球变大了以后 一颗就能够变成多颗 您养着百合 不会处理的 现在开完花 按照这种方法 去处理一下就行了 当然如果说您 还没养呢 可以去买百合种上 种上以后 开完花以后 也是按照这种方法 学校会了 别忘了给小西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